洞山良界禪室 他当时是个大禪室 他当时主持了一个三个月的节下安居 但是他在禪堂跟大家做了三个月 他一句话都没讲 一句话都没讲 那么三个月结束以后 当然东西南北来的人都回去了 要回到各自的道场 那么上座就礼得大众 隔头上告假 上座就说 说和尚你三个月都没讲话 现在要走了 请你吃杯 讲一句吧 东西南北就讲了 他说 东去虚去 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 东去虚去 当然也可能指的是身体 也可能指的是内心 有些人要回去 有些人往东跑 有些人往西跑 当然你身体往哪里跑 心就往哪里跑 那么这些所有的去 最好的是 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 向见道 诸位 这句话佛经有吗 没有 我都没有讲 但是他讲这句话 它是有一定的引导性的 它是什么 模仿正见道的功能 也就是说 这句话不是道 但是你把这句话 不断的思维 它会引导你去向道 也就是说 我们一个知良外的菩萨 我们要得到道 是叫文理在道 从佛陀的文字 去寻找道 但是这种 曾经从道出来的人 他们从道里面 能够创造无量的文字 来引导我们 但诸位你要知道 你没有经过正见道 你不要随便写寄送 在廉承大师的 迎期的规矩里面 随便连寄送则丙 有人不服气的说 学写寄送为什么叫丙呢 廉承大师说 因为你没有资格 你没有真实的见地 我也写个寄送出来 结果一忙引作忙 相继入伙坑 你写的寄送 必须要随随意正见道 这种一定要开悟的主持 所以我们防卫菩萨 我们只能够说 这句话是摩摩佛陀说过 这句话是祖师说过 我们才可以去宣扬 不能说我自己打忘想 我想出一个寄送 写出来 大家回去背 不可以 你没有那个资格 你没有资格 开一条道路来引导别人 我们现在只能够做一件事 就是老实的遵从 佛菩萨的道路 就是一知山上路 西问过来人 等到你到了山顶以后 你自己可以开出一条道路出来 因为你有资格 因为你上去了 你可以讲出一句话 东去西去 不如到万里无处找出去 可以 这句话经典里面完全没有 但是符合佛经 符合佛经 跟修多罗义是相符的 所以他也等同佛说 这个就是向前道 他能够开出一条方便门 他不用看经典的 他这种人不太需要看经典的 他讲的话就是经典的 当然这个只是针对空性 如果是一切法的方便门 那他还得学习了 但是他引导大家进入空性这一块 他不需要学习了 但是假官他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从真见到以后才有资格叫向见到 就是说这个人有资格开出一条 不同于佛陀 不同于祖师的法出来 而最后的结果的目标跟佛陀是相同的 这叫向见到